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怠速空气控制IAC系统RPMD于预期词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,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。 尽管是通用的,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、型号而异。 这意味着什么?P0506代码有时是在具有电子节气门控制的车辆上触发的代码。 也就是说,它们没有从油门踏板到发动机的常规油门拉线。 它们依靠传感器和电子设备来控制油门。 在这种情况下,当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检测到发动机空转速度低于所需的预编程RPM时,将触发P0506DTC诊断故障代码。 潜在症状您最可能会注意到的唯一情况是怠速速度低于正常速度,因此可能会更粗糙。 可能还有其他症状。 当然,设置故障代码后,没有故障指示灯,又称为检查引擎指示灯,会点亮。 原因P0506DTC故障代码可能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,真空泄露进气路径或排气中的空气限制曲轴箱正向通风PCV, 罚故障损坏,故障,节气门体脏污内部发动机故障失败PCM可能的解决方案。 此DTC只是一个参考性代码,因此,如果设置了其他任何代码,请首先对其进行诊断。 如果没有其他代码,请检查真空泄露,限制和损坏。 如果DTC本身没有其他症状,则只需清除代码,然后看是否返回即可。 其他相关故障码P0505、P0507。